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9号 又是礼拜五了 这个礼拜的盘式 总结来看的话 真的是闷到可以 因为每一天 大盘不是小涨 就是小跌 严格算起来 今天讲起来也是小跌 但是今天跌幅稍微大一点 让人家心里面又有点担心 因为大盘现在 跑是在年线这个位置 在做整理 你动作再大一点的话 这个地板跌破 这个地板跌破 可能就要下地狱了 现在不是在高档这边 可以可以随性的 来个修正一下 现在已经来到年线这个位置点 我说年线这边 在这里蹦蹦跳跳 整理一下那是应该的 那是可以的 但是整理过头的话 超跌就怕整个形态被破坏 你问老师今天这个盘 我怕不怕 坦白说 如果单就现行来讲的话 我有点担心 我担心的就是 在这边蹦蹦跳跳的结果 结果把地板给踩穿了 踩穿没关系 一般来讲跌破可以马上站回来 但是现在没有亮的情况之下 就怕在彻底的同时 买盘还是在观望 如果是这样 整个形态就破坏 要求就很懒 要求就真的累了 我们言归正传 看到这个大盘 今天跌最深跌到 跌了62点 跌到7402 7402你看 7400点这个整数关卡 我的关键不是讲 7400点不能破 我说破了之后 它要有弹上去的这种力道 这才可以 现在没有亮的情况之下 我怕的就是破了 没有这个力气再站起来 大盘呢 从7789这边修正 来到7400 我说7400很重要 之前就已经破过7400 好我都跌破了 马上站起来 对不对 马上站起来 我跟你讲 年线这边是支撑 多头没有改变 因为7789这边修正 修正的幅度 大概是0.382 还是算强啦 强一点的话 来到0.19 两层 这边整理叫做强势整理 好啦修正给你修正三层 多一些 这都办强势整理 好不好 办强势整理嘛 不错啊 对不对 好 结果呢 如果一旦修正跌 再跌 跌到7313 哇那就不一样了 7313 就是五层 7313就是五层都跌掉 五层跌掉的话 大盘就不 我就不敢说 这叫多头 因为大盘涨了一段以后 结果呢 跌回来连二分之一都跌破了 我还能说这叫多头吗 我这话就说不出口啦 所以大盘呢 现在来看 基本上我认为 未来发展还是多头 但是现在在测试的同时 我说拉回7400 这是关键 不要再破了 或者破了 你也要很快站起来 至少你今天这种情况的话 没有那种 马上弹起来这种拉力 这是我担心的 如果再往下测试 回来测试7313 哇 那事情就大条了 因为7313一旦跌破 我说过 修正超过五层 那就不叫多头 以现在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那就太不合理了 因为我们找不到理由 以基本面的利空 我说利空都已经充分反应在盘面上 现在的利空 如果还跌破五层的话 代表11月之后 还有一些经济面 还有全世界一些 你所不知道的地雷 要爆发 我想这个不是大家所乐见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大盘目前来到 那个连线位置了 目前来讲 我们姑且相信 在这边测试 这边测试 我说7400点 这边要有支撑的话 下个礼拜就不能随便 好 再这样测试 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简单的说 就要涨 简单的说就要涨 好 我在10月11号 我就讲过 大盘 这个礼拜下个礼拜 它会进入转折 我的转折定义是 转折要嘛见高点 不然见低点 好 现在这个转折 要嘛这个礼拜 你看到低点了 7400点就是低点 如果 不信 7400点 我看到了结果是高点的话 那代表下个礼拜开始 又要开始跌 而且跌幅 无法预测 所以呢 如果老师10月11号 我这边所讲的整理期 要有大事发生 这个来到转折的阶段 这个转折阶段是要由空翻多的话 7400点 肯定就是低点 都是没有 而且下个礼拜 就要开始涨 时间说得很清楚 下个礼拜不涨 下下礼拜也要涨 也就是说最多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它就要开始表态 OK 然后我说表态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这种形式 我说最好的莫过于 直接跳空涨上去 在7590这边 以前只要跳空涨上去的话 这里一旦发生 倒撞反转 我说肯定会吸引 一缸子买盘 这边进来共襄胜取 现在这个盘要的就是这样 它要的就是多头 马上疯狂式的进场回补 你才能把那些 原来看空的这些言论 原来看空的这些想法 原来看空悲观的这种 心情一扫而空 投资信心才能回来 你说是吗 所以我期待 下个礼拜就会发生 倒撞反转 今天新闻提到 我们马总统 他在这个重要的公开场合 这边提到 台湾和新加坡 纽西兰 谈ECFA后面的 后面的什么 FTA 或者你说是ECA 这个有机会 在最近 马总统说年底 年底马上就11月 12月叫年底 对不对 我想这就是 我一个月前 我说 马总统讲一个月要经济有感 我想 我们马总统 心里面早就有谱了 大概就在年底 两边签订了这个消息 应该就会出来 所以马总统才会说 一个月要经济有感 看到没有 我的预言 好像要兑现 你看我一个月前 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马总统他这样讲 一定有他的道理 那马总统手里面的牌 很明显的算一算 就那么几张 其中这一张就是如此 就是跟新加坡纽西兰 有机会进一步的签订 经济贸易合作协议 当然这个协议会不会让外资 让法兰开始进来回补大盘 回补进来开始大盘 开始进来回补开始大买 当然一定一旦有这种协议 肯定可能还有些相关法条 开放的法条 他会跟着出来 我说这是个利多 但是要吸引法兰进来买 可能还差一点 差哪一点 差股票嘛 对不对 这是基本面 这是长线的利多 股票呢 股票你要有诱因 股票你要有诱因出来 让外资让法兰愿意进来买 要诱因在哪边 诱因就在我昨天讲的 股票股里面 你跳到那个时机点的话 你赚的不会是只有赚 股票一整年股息股利的5% 你会赚的是 开始反而回补涨起来的50% 举个例子 像鸿海 鸿海的60寸大电视 卖翻了 60寸的大电视 推出来北美那个Sony 还有那个三星 不是大家要讲说打三星 打三星吗 那个郭老板一出手 你看三星就被撒到垃圾堆了 靠的是什么 靠哪一招 靠低价 给小啊 Go低价 就打遍天下无敌手 我说鸿海郭老板 他用这种方式 一石三鸟 第一鸟 他用低价的方式 因为现在只有日本夏普的时代厂 他的成本是最低 所以他用这个 还能够不赔钱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卖999块美金 还不到3万块台币 卖60寸的电视 别人就是干不出来 别人就是做不到 而郭老板 他用3万块的价格 3万块台币的价格 去卖60寸电视 还不会赔钱 你看够厉害吧 别人呢 竞争对手就是眼睁睁 看着他开那么低的价格 无可奈何 这是一鸟 再来呢 打垮这些竞争对手 第一个能赚钱 第二个还能打垮这些竞争对手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把这种成绩 拿回日本 炫耀一下 你看 你今天你不能 你看到没有 我郭台铭 你看我买下你们的时代厂 我说让他赚钱 让他获利 我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就做得到 那进一步 要进去夏普的董事会 会不会更容易 所以我说 这有可能就是一个 点火的火种 红海的股价 如果一旦开始涨的话 红海周边的股票 跟着涨 你说说看 红海 现在 我说现在他超跌了 我说法人也许看很多 很多的法人在看这张股票 看法跟我一样 但是呢 还没有到要出手的 这样一个地步 如果下个礼拜 红海在台湾以来 卖60寸的电视 红海开始 一旦开始涨的话 你看大盘会不会跳空 导撞反转 这是红海 再来 我说过的 加登 昨天跟你讲的加登 这辆股票 我觉得观众朋友 你可以好好留意 因为 它是18寸晶圆设备的概念股 我在9月初的时候 我讲到这一档 加登的时候 18寸晶圆 现在主流是12寸晶圆 18寸晶圆 还是在五六年以后的新技术 但是呢 现在的Intel 台积电 连三星ASML ASML 现在都已经开始 切入18寸晶圆 你不得不跟 不得不参加的这种 这个重量级的这种游戏 台湾只有台积电 有这个能耐而已 台积电 Intel 还有ASML 联手加速18寸晶圆 自成开发 加登已经拿到 它的相关 供应的这些订单 你看光是在测试 它就已经开始出货 就已经开始赚 那更不要讲 现在12寸 供应台积电的原料 台积电 人家讲说 它有机会拿到 苹果的A7订单 对不对 台积电有涨吗 也没涨啊 这些都是超跌 而且随时都有机会 成为那个引爆点 小师朋友 什么引爆点 就是让大盘 跳上去的引爆点 让大盘出现 倒撞反转的引爆点 这样了解吗 当然了 我说还是 还有就是 现在一缸子的挫杀股 这些挫杀股 我在讲说 这就是暴力 跌的越深 未来会涨越多 或者就算你不要买 你不敢买挫杀股好了 我说光是你闭着眼睛 现在中国大陆的股市 现在慢慢从谷底 这边慢慢翻扬 你跟中概内区有关的 包含像润带全 润带全润带新 这在中国是卖什么 开量饭店的 就是台湾的大润发嘛 台湾的量饭店 你看到股价的表现 看到没有 跟我们台股来比较一下 你看它的大盘 它的股价走势 很明显 这是大多头 对不对 还有旺旺 做米果的 做菜银的 不要看不起做米果 那么旺旺老板呢 还是全台湾的首富 看到没有 光是卖米果 光是卖米果就卖翻了 你看中国大陆的潜力 有多雄厚 它的股价现在呢 是创新高 这是大陆内需股 你再不会买 我说错他股 你不敢买 你买这种股票 光看现行够安全吧 再来 还有呢 卖泡面的康师傅 有没有 股价也是多头啊 跟我们大盘一比 我相信啊 不用老是多说 这种多头的股票 就是防疫型的股票 就是安全的股票 就是中概内需的股票 可不可以买 够强势了吧 大盘在跌 你看到它的股价 在创新高 这种股票 如果你都不敢买 都不能买 那还有什么股票你能赚 所以我说 赚暴利 你可以买错他股 那你要赚稳稳稳稳的 低风险的这种获利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股票 其实各种商品都有 看你的风险的这个偏好 要选择什么样的这种标的 当然我持续看好的 包含呢 跌生的 连巴克也好 双红啦 这些跌生的都是属于 我说错诈的标的 需要毅力 我想在这边 不要多花时间多讲 因为已经讲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他错诈还是错诈 他不涨还是不涨 不涨不是因为这样子 杨老师在这边 没去没去 我原来看多 然后看空 没有这个道理啊 因为我说过 我选股 我挑股票 我说很强调一点 我们是从哪边左手 我们要从的是这里 从基优股 5%左手 我自豪的是我所讲的这些股票 你闭着眼睛去买 你给他报一整年最坏的情况 我相信你要赚个5%都轻而易举 而现在最大的差别在于 错诈的情况 你现在去买 从5%的持股 5%的股票来左手 你还可以轻易赚 赚什么 赚暴利 再讲一次 错诈就是暴利 关键不在暴利两个字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的是暴利 哇太棒了 我说你要赚到暴利 前提是你要敢买 你要能买 你要会买 错诈股 你才能够真的赚到暴利 留位观众朋友 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想看 杨老师讲的对不对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优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关系 本节目资料进攻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精神评估并致富投资风险